或者說你說沒關係有Verture Machine 那它翻譯成Verture Machine宣告跟程式語言一樣 Verture Machine還是要到那個硬體上面去執行 你宣告你的Long Integer那麼長 你宣告你的Double那麼大 可是我下面的我的硬體 或者是我在Embedded系統裡面 我這是16bit的Integer 如果8bit的Integer 你在高階語言你給我寫一個32bit 64bit的Integer 怎麼辦 算了,錯了,換一個環境 找一個8bit的語言來做 還是怎麼樣 切,是要切,在誰來切 是一定要切 就是我要把它變成一個 我沒有辦法,放不下去嘛 我兩個數相加 它只能8bit加8bit 你現在是64bit加加64bit 那怎麼辦呢 要切 64bit的 切成8個8bit 簡單來講 下面那個678bit 然後呢 加起來以後 然後再進位 然後一小段一小段去加 加完以後呢 最後再 輸出的時候呢 帶主繩輸出來 那誰來做呢 那麼囉嗦 你有沒有做過 你有沒有做過 你應該沒有做過 但如果你考計算機結構的話 應該會考到這題目 在Flow裡面就有這個題目 兩個Flow的相成 相除 Flow相除就是這個樣做 然後沒有除法 沒有除法 他也要做 只有成法沒有除法 那怎麼做 誰來做 你不用 所以這個 混入已經幫你做 做掉了 混入之後 你是不是要寫那種程式 也不需要 這種東西都已經自動化了 基本上 這些都很固定的方法 連那個混入程式都可以自動產生 這邊混入程式都可以自動產生 但是要做 沒有白癡的午餐 沒有白癡的午餐 這都要做 肯定幫你做好了 做好了就OK了 所以這個 這個是肌蓋的東西 自己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覺得很新奇的話 那 Long India是這樣 然後再下來呢 Forty number Forty number的話 那當然就是 也跟其他語言 11跟加瓦一樣 就是他這個 Mantisa Exponent 對這個 這3.14乘上1的-2四方 就是 這邊是Mantisa 這邊是Exponent 四方在上面 那當然前面可以正負 後面可以正負 那跟這個C double一樣 然後這個 那如果是 如果是除的話 你要直接用 那要加個點 這個7除以2 整數相除 那如果是 除出來要 要變成這個時數的話 那就是這個Fort的話 就是7點除以2點 那 那 那他也做了一個Cast operation 我們說他 他對 這也是說 他容易的 他就會做一下 就是這個 然後6點4 減掉2的話 這個是 Fort減掉整數 減掉integer的話 那 那 這個他會做一個 promote 變成 如果C裡面就Cast 做簡單的 這個應該要做 這所有語言都有做 如果Python不幫他做的話 這個 他就太 太矯情了 或者是太偷懶了 所以這個 這個有做 他這個也會 也會這個 時數以及整數 跟時數 就要做一個轉換 其他還有了 這個 8G位16進位 加OOX 這個 然後 Octo Octo Hexma 這個 Octo 然後這個是 XD Hex 有時候 有時候 用到 那 那 複數也有 complex number real part 跟imaginary part 實步跟虛步 對 3加4j 3.0加4.0j 這些都可以 所以這個 那 所以 如果這個要運算的話 就會 real part 跟integer 這個 實數加這個虛數的 part 實數 real 加上 i'm imaginary的 這個j 那 為什麼其他語言裡面 好像沒有這個 用到複數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 Python要support 其他語言裡面很少 前面都有 那最後 因為他 要很多的 數學 很多的這個科學 運算裡面 他會用到 所以在這個 他的這個 numeric type 數值型態裡面 他就有這個complex number 的這個設計 那很多其他語言裡面沒有 好 那 那這些number裡面的operation 也當然也都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加減乘除啦 然後這個 exponent 這個 那 還有現在的function 都在numpy 跟sinpy裡面 就是這個 這兩個package numpy 跟sinpy 這兩個用了很多 就在這兩個裡面 Numeric PI 基本上已經 不用了 剛剛我看有 Numerical 那個比較少用 那個package少用 Numpy跟sinpy用比較多 那 比較 那跟這個c一樣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那 等號 切等號 等等 不等 cjava裡面一樣 這個都沒有問題 by是operation by是exclusiveall 這個 by是exclusiveall 那這個 這個不是exponential exponential 是兩個星號 那這個 上面一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 by是inclusiveall 就是bit跟bit之間做inclusiveall 這個 bi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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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end all 這個我想這個 沒有問題 那這個是 兩個大於兩個小於 這個是shift 這shift 這也是bitwise bit的operation裡面 我要把 shift a 這個這個是 呃 a 是一串bit 對 把它向左 這個 兩個小於就是向左 向左 shift big bit 那這個把a的內容呢 向右 shift big bit 所以這個 這個都一樣 這個我用紅字標出來 這是什麼 pandas 不是panda pandas pandas 這什麼意思 這個要知道 學過語言要知道 這個就是 order of operation 就 order of operation 就所有的語言裡面 大概都是follow這個pandas 去wikipedia去查一下 不知道哪來查一下 都可以 可能語言裡面沒有特別強調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沒有開程式語言的學修課 可是我開程式語言的這個 課的話 應該都會都會 一定會談到這個 現在很多學校都不開了 那pandas 這個 這個是一個嘗試 這個 也就是說 我加減成熟的順序怎麼看 p parensis 小括號 e exponential 小括號 最前面exponential m multiplication d divide a add s subtraction 減 對不對 就是次方 左右關號最優先 然後次方 然後乘除 然後加減 那這個就 這個把每一個字的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字母拉起來 就是pandas 這個pandas 這個 這個 嘗試稍微知道一下 那 這個是 實際上大部分語言都是這個樣子 那 那 Python 對mess 是support mixed type 我們剛才有些講過了 看過了 這個是 Number operation 那Number以後 然後再來就是自竄 Number這個都沒有什麼 Number這些東西跟每個語言都一樣 我們就很快的review 那下來這個 自竄 我們說自竄要常常用到 自竄呢 我們還沒有到最重要list Dictionary 自竄也算是常用到 那自竄的話它可以有single go double quoting 就跟很多語言裡面都容許 兩個都可以 那double quoting呢 容許這個使用者 extense stream over multiple lines without backslash 如果你用double quoting的話 跟single 不同 就是double的話 可以 我說 因為它 在Python語言裡面 它沒有分隔符號 沒有敘述的結束符號 所以你因為敘述要跳到下一行 最後要加上backslash 對 最後要加上一個反斜線 那 那這個 那如果一個自竄很長的話 那你用double quotation的話 那就不用加反斜線 那single quotation的話 就要加反斜線 一樣 這種語法的東西就是 你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 永遠不知道就有點奇怪 但是 看一下就知道了 這邊 這邊幫大家說明一下 可能就比較清楚一點 那自竄的這個 連結跟重複 這個很多語言都這樣子 那 自竄的concadentation 就是自竄的結合 這在加法裡面就很熟了 自竄 兩個自竄 加起來 這個是 所以加是一個什麼 加是一個operator overloading 就是同樣的這個operator 它有好幾個意義 用在自竄的時候代表自竄結合 用在數算數的時候代表加 所以這個就是operator的overloading 它一個operator 我給它好幾個意義 當然 我們在這個 這個物件導向裡面 還有這個 overload的這個意思 這個我們就 這裡不談了 這是operator overloading 這兩個自竄加起來 那這個自竄